协调工厂 就连台湾随 拿着标语呼着口号 现场500多位棋地光业员工聚集 就是希望公司大股东能出面 因为自从上周公司确定停业高层总辞 中医的劳资协调会资房代表根本没出现 那为什么资房到现在都还不出来面对 只是在新闻媒体上放话 说他会照顾这边劳工的权益 员工说尽管企业薪水有拿到 但没有资钱费 劳健保更是从五六月就没有 现场有女职员在一个多月就要生了 突然失业十分无助 我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股东 那所有的人都失业了 也没有什么补助 连资钱费都没有 大家都很无助 齐立位于南科一二厂园区 大约七八百位员工面临失业 他们要求大股东群创和齐美应该负责 然而群创表示 一切尊重银行团 齐立光电倒闭留下了56亿债务 员工权益恐怕也得等待 劳工局协调 三天新闻李世宏 台南报道 好辣妹跳高